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去一趟冷库看一下那个肉 咱们过年的时候不是准备了很多肉吗 你其实那个早就吃完了 第二次让那个冷库的人给我送的那肉吧 就是质量很差 我觉得就是这个商家 他就是怎么说呢 觉得第一次很好说话 第二次就没有好好给我办事 今天咱们亲自去一趟 看看那冷库有什么东西 咱们拿什么东西 如果它是还像上次一样糊弄咱们 那以后这个冷库就不打交道 不再跟它合作了 觉得第一次给咱们送东西挺痛快的就给了钱了 结果第二次送的什么都不是 花钱花的不少 送的东西不行 今天咱们亲自过去看看 对了还有路上 可能会过一个狗市 咱们去狗市上去看一看 前面就是狗市 我们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 找他们去看一看吧 看看现在这狗市上是什么情况 在每个家里聊天 不是 是 这狗市 我们是在一生 那狗市 对吧 我们去找他 不过 那狗市 这狗市 我在那酒 小伙伴们的小伙伴们的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伴们的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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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内脏的话也没有泡得很干净 咱们主要看一下这里面它的内脏到底有没有去掉 没有 根本就没去 这个就一点都没去 这跟它像我们保证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情况不一样 咱们要再给它谈一下这个架构 淀粉 辣椒 黄薯 然后把它整机搅碎之后 这个就可以作为幼犬的腐蚀 或者是给成年狗蒸食物 都可以这样用 最起码这样的一个肉的含量 要比那个鸡架要好一些 对吧 鸡架上面全都是骨头了 唯独就是能留下一个鸡头 留下一个鸡脖子 不如这个实惠 鸡肉